HELLO 大家晚安 今天正常吧 今天有正常嗎 HELLO 大家晚安 應該是正常吧 我看右上角是正常的 大家晚上好 晚安姐姐小智貝貝 果凍9號 楊潔 Alpha Tony Yu 晚安 謝謝Alpha送我真情告白 晚上好 又路人你好 大家晚上好 阿元晚安 吃飯了沒有大家 吃飯了沒 平安直播順順順 謝謝阿元 希望直播順拜託 我現在看到他網路不穩 我都會很緊張 我今天網路三格 來賭上這招的運氣 拜託拜託 拜託文文 姓佑你好 姓佑晚安 大家晚上好 吃飯了嗎 謝謝楊潔送我雨甲雪 天氣給力嗎 謝謝楊潔 北極星晚上好 放個音樂好了 北極星晚上好 女子一夜你好 大家晚安 不給力 晚上好大家 吃飯了嗎 這時間應該吃完晚餐了吧 謝謝阿華送我登山王者 這又是一個新的特效嗎 靠運氣的特效是嗎 新特效 謝謝北極星的貴族玫瑰 哈囉 至為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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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毛潤之的新知貫 早蛋晚上好 班長晚上好 謝謝志偉 送我三封 吃飯了嗎 大家 今天 今天是立夏 今天是立夏 可是很冷 今天是立夏對吧 謝謝阿倫的海星 吃了吃了 今天立夏 可是好冷喔 我穿的 穿的很多 今天 今天意外的很涼耶 我今天原本出門 只有穿這件 出門上學 結果 今天超冷 我穿了這件 又穿了那個 我的毛毛 毛毛的外套 白色的 那一件 是不是穿很多 穿的跟冬天一樣 對我穿的跟冬天一樣 今天立夏 我穿的跟冬天一樣 這樣對嗎 謝謝楊潔送我煉金糖果 李天天見之安然你好 哈囉愛死 愛死今天也是路過嗎 謝謝翰翰送我新之怪 謝謝翰翰 騎車很 真的 我早上出門沒有打算要穿外套 但是我出了我的家門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穿外套出門 我就又穿了外套 可是我在路上看到有人居然穿短袖 欸 他怎麼有辦法穿短袖在這麼冷的天氣 泰國的愛死 不是台灣的 喔你是泰國人 呃 不能講日文 你是泰國人 沙瓦地哈 呵呵呵 巧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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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巧拉君永遠忘記不了 太好記了 你也穿短袖 今天很冷欸 而且又下雨天更冷 雨過天晴你好 切換晚安 有嗎 之前急穿晚安 有你好 馬克思馬上好 志維 台東志維你好 謝謝阿華送我新之怪 喔上禮拜 上禮拜你們推薦那個下雨的歌單 然後我以為這禮拜會出太陽 因為假日的時候不是出太陽嗎 我以為這禮拜天氣很好 還好這禮拜是下雨天 這樣我推薦的那個下雨適合聽的歌單 這禮拜就可以聽了 呵呵 放到這個禮拜結束 放到 呃 禮拜六吧 禮拜六 謝謝志維送我真情告白 喔然後還有那個 這歌單可以用 這禮拜很適合聽 呵呵 會放一個禮拜 還有那個 我上次不是說那個德文歌我想要知道那個翻譯嗎 然後 謝謝有留言給我 真的有人幫我找到那個翻譯耶 那個德文歌詞的英文翻譯 然後就去看了一下 是講跟戀愛有關的嗎 算是 下個禮拜會不會在路上都能看到迪士 在此八個晚年晚安 成文叫你勇哥 好的 你叫勇哥 勇哥好 你一分鐘晚安 謝謝姐姐從我三封 謝謝阿倫分享直播 見 龍美晚安 龍美好久不見了 晚安晚安 牛排晚安 牛排晚安 失落你好 大家可以分享我的直播間 謝謝阿華 托尼一五分享直播間 謝謝大家有那個留言 迪士尼的音樂給我 就是我發現蠻多人推薦同一首歌的耶 那我那首一定會放棄歌單 很多人推薦同一 就是同一個電影裡面的歌耶 宣布講是什麼 給你們猜猜看 很多人留言給我同一個迪士尼電影的歌耶 最近天氣不好超悶的 為什麼色筆一定要那樣拍 那是一個我的小小堅持 平衡吃麵嗎 直接看到迪士尼 真的嗎 這麼剛好 迪士尼的還沒有找 沒關係 慢慢找到禮拜五以前都還可以給我 我會慢慢整理 昨天Mina說你打噴嚏會皮開去 對啊我說我打噴嚏之前要先皮 然後這樣皮 這樣很複雜的打噴嚏耶 我打噴嚏太複雜了 會來不及吧 Scott你好 謝謝阿貴 分享直播間 阿哈炒麵你好 剛剛造主人是這麼說 但是我們那個 對啊不是不是真的 是開玩笑 怎麼可能有人打噴嚏還皮哈啾 我只是舞蹈課的時候 然後不知道誰在打噴嚏 我開個玩笑而已 我說我打噴嚏前要先說一個皮 因為我們那時候好像在討論說大家的打噴嚏 就是小琴的是那種很小聲的那種 就是很女聲的那種 然後有些人是比較一般的 就是直接打出來比較一般的那種 然後我們在討論大家的打噴嚏的聲音 然後就說我的是皮哈啾 呵呵呵 林玉說我最近很鏘 是蠻鏘的也我覺得 沒有 沒有 不是最近而已吧 是一直以來都很鏘 只是 呃有沒有表現出來而已 上赤士你好 導航技對導航技還要抓準時機 偽裝如是導航技 哈囉 玉成你好 尼哥晚安 謝謝品函粉絲應援會送了人氣卡 剪刀石頭布 平手 Billson你好 阿伯上說他很羨慕那種可以直接打出來的人 因為他也是就是打很久會打不出來的那種 所以他很羨慕就是大聲可以直接打出來的那種 他覺得那樣子的人打噴嚏是真的很暢通的感覺 剛剛零一有說就是會暢通的感覺 可是我很羨慕小琴打噴嚏聲音就是很可愛啊 小小聲的很可愛 皮卡丁 瑪婷31209你好 中和喵喵你好 晚安晚安 還沒帶給大家吃晚餐 啊 上次的前三名要先念牌名嗎 以防萬一 他剛剛說不久 他剛剛說不久 沒有最ㄎㄧㄤ只有更ㄎㄧㄤ 一直以來都ㄎㄧㄤ只是 呃沒有顯露出來 隱性 隱性ㄎㄧㄤ 要先念一下那個上一次的排名嗎 I love you from Thailand Thank you Ko bun ka 隱性隱性 Thank you ice Challa coon 打噴嚏 我看不是ㄟ 打噴嚏讓大家判定 我不是隱性偏嗎 隱性跟顯性是碗豆嗎 配那個隱性顯性 所以我的噴嚏是真的皮卡丘嗎 你們猜猜看啊 下次聽到我打噴嚏就知道是不是了 大家猜猜我晚餐吃什麼呢 猜猜看 顛利一下我的晚餐吃什麼呢 品還怎麼樣才會打噴嚏 就是鼻子癢的時候會打噴嚏 而且我的噴嚏算蠻客製的 因為不是有些人打噴嚏的話 他會那個 一直連續打 我的腳架 有些人打噴嚏會一直連續打 可是我的還好是頂多兩次 我的腳架 有點歪歪的 好吧 他可能今天被殭屍咬到 十大謎團 謝謝班長送我 我來簽到 吃麵 什麼講廢話 我哪裡說廢話啊 我哪一段廢話了 我沒有覺得我哪一段廢話了 我的噴嚏很客製啊 十大謎團 平衡噴嚏聲 鼻子癢也會打噴嚏 直播要怎麼用才有那麼平衡比較 應該沒有辦法喔 為了與你相遇你好 好 大家猜猜晚餐吃什麼呢 喘玉菲你好 這首歌也太好聽了吧 阿華湯麵 阿勝你好 史迪芬 周你好 剛剛史迪芬 差點想念蘭 芬蘭 今天我覺得蠻簡單的喔 我以為是要插噴嚏聲 我打噴嚏很普通耶 天氣冷可以喝你 阿華甜嗎 欸我跟你們說的 我很喜歡喝阿華甜 可是我其實分不太出來 阿華甜跟巧克力牛奶差在哪裡 他們差在哪裡啊 吃飯吃麵 吃飯吃麵 今天蠻好拆的 很普通 很普通的嗎 下次跟平衡見面 帶胡椒 胡椒會讓我打噴嚏嗎 好像會耶 我以前吃顆水麵都會打噴嚏 因為被那個胡椒粉嗆到 所以吃顆水麵的時候要憋氣 就是 那個你要張嘴巴吃的時候要憋氣 不然會嗆到 美露 喜歡 一個順你粉絲巧克力 一個順你粉絲 一個順你粉絲 阿華甜是我粉絲 巧克力牛奶不是粉絲 對啊我覺得他們都長得很像 就是巧克力牛奶沒有差吧 喝水麵邊 你們是吃顆水麵會把粉全加的那一派嗎 還是加一半的 我是加一半的 謝謝楊姐分享的直播間 我不會全加我覺得太鹹了 而且我都不會捏太碎 全加好吃不加 加一半加贏 但一堆都在全家很鹹吧 阿華甜是麥芽牛奶跟巧克力牛奶 真的嗎我覺得喝起來很像 可是我個人比較喜歡阿華甜 我說喝的啦喝的 阿華甜阿華雖然很開心 所以我個人比較喜歡阿華甜 我是說喝喝的飲料 我喜歡大家 大家都喜歡 一家歡樂一家親 世界和平 大家都喜歡 新加坡美露 味道不一樣 真的嗎 那我下次有結合去新加坡的話去喝喝看 不喜歡捏太睡加衣 我也喜歡筷狀 捏碎很難食用 小智貝貝謝謝你送我三封 還沒公佈今天晚餐的答案耶 今天吃飯 今天吃飯 今天吃飯飯 浪克你好 會飯不是不是 是便當 可是我沒有吃完 太多了 I want to go back to Thailand again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I want to go back to Thailand I want to go back to Thailand 便當 對今天吃飯 吃飯飯 我很喜歡那個念碟字 欸我到現在還是有時候很喜歡念碟字 吃飯飯做我抽抽 或是太幼稚嗎 我喜歡念吃飯飯 我有時候打那個LINE我也會打碟字 好像都沒看到你吃什麼 吃不完就給清清 食量 我有時候吃得完有時候吃不完 今天是吃不完的一天 一直拆麵都錯了 一直拆麵都錯了 我喜歡碟字啊 我覺得碟字很可愛 在城門 有時候會 沒有很常 有時候 心情很好的時候 I'll wait for you in Thailand Thank you Ice Thank you 難怪那麼熟 可是我大部分都是吃完的啦 是 今天是特別的一天吃不完 那如果吃麵的話 我就吃得完 因為麵比較不會飽 我有看到品牌要去嘉義耶 我出 有馬之前你好 現在雨停了耶 太好了 早上上學的時候雨好大喔 我不到40公斤 我不到40公斤 38公斤左右 38 瑞婷討論碟字 所以 但是瑞婷討論碟字 我喜歡碟字耶 我覺得碟字很可愛啊 可是不能太多 太多就會 就會被翻白眼 高雄下雨了 可惜在平日 草莓醬你好 好久不見 草莓醬 欸我上次前三名的 要不要先念一下 我怕到時候 你們懂 要嗎還是 還是你們想要等一下 再 來 喊喊可可愛愛 我嗎 是本人我 這個喊喊嗎 還是 彩結 彩結也叫喊喊耶 碟字 對碟字不能太多 要適中 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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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鼻 泪鼻怎麼叫法飯 法法 下雨不會啦 不會說下雨 我覺得吃飯比較好用 吃飯不飯耶 比較順 下雨很難念耶 吃飯飯或坐車車 這兩個滿好用的 對 今天很像冬天 明明立夏 可是很冷 謝謝阿華的山峰 以為韓韓是平韓 沒想到另有齊輪 彩結也叫韓韓呢 作節韻韻 打雷雷 不然我先念那個上次排名好了 先把上次的排名處理掉 好嗎 坐車車很像 沒有 我不會一直疊 大家等下下次就全部改成疊字的名字 西西堂倉 我偶爾 偶爾才會疊字 沒有很長 講到說疊字會被拔岩了吧 幾集 幾集也是疊字 謝謝KTKCATTY追蹤主播 你好 我是AKB48 TeamTP的平韓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唷 拿反 每次都拿反 這是我的Instagram唷 謝謝你 謝謝班長送我LOVE唷 看得到嗎 Instagram 謝謝你們 今天有發文唷 大家有看到了嗎 我是高中生嗎 我是十八 十九 十八歲 自己這樣一次 我今年十九歲 還在唸書 Forever你好 謝謝石裸追蹤了 反正小細細 那我先來唸上次排名好了 常進入小劇場 上一次第三名是阿華 阿華第二名是楊潔 第一名是小白 小白是不是現在還沒有來 那我就先留到最後 大一對 算是大一的年紀 只是我現在唸的是五磚 磚三 阿華跟楊潔可以先指定 然後小白就等他來好了 再等你好 場景露和水很性感 那個場景露出樣很厲害 其實很立體 對小白還在上班沒關係 那就等他下班 或是之後有直播又來的時候 我再補給他 狼人喊 那阿華的先三連拍嗎 準備好了唷 一 二 我想一下二 二 三 三 兩 四 三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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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I love Thailand too You can come to Taiwan and see... Team TP You can come to Taiwan 原本想猜國中生 看起來很小 可以嗎阿華阿華 行嗎阿華 謝謝平衡不客氣 然後剛才楊潔說 狼人喊是嗎 我想一下狼人要怎麼用 狼人有爪子吧 狼人 有爪子是金剛狼 狼人要拿刀嗎 狼人是有爪子吧 可以嗎有狼人的感覺嗎 I can come to Taiwan for study 真的嗎 You come to Taiwan for study That's good 狼人是有爪子 護照君 謝謝你分享直播間 很可以 爪子阿 這個是殭屍 這個是爪子 不一樣喔 帶猴子 這首歌叫做 很旅行的愛情 好聽吧 我喜歡的歌 還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嗯 我喜歡的愛 很旅行的愛情 很旅行 野生章物怕吹 講英文很可愛 喔 講英文是很奇特的腔調吧 謝謝志偉送我新之冠 謝謝志偉 謝謝志偉 今天IG的限時動態嗎 那個色籤筆一定要排那樣 他其實 原本是很亂的 因為我有一次打翻 他原本排列也是像我今天吧那樣 只是我有一次把他打翻了 然後我趕時間上課 我來不及排好就隨便亂放 已經被造成一定是 我不知道原因 然後就有一次被我打亂 我就沒有放上去 然後我今天 去學校上課的時候 剛才有要射鉗筆 我就覺得不行 看這樣太亂 我就把它全部重新拿出來排一次 表示筆 又壓到底呀 對我沒有卡在底部 有後來有把它卡在底部 是那時候拍照的時候沒有卡到 我覺得那個強迫那個顏色 要擺這樣我覺得比較漂亮 以前會亂整排 後來都來了排 這算是我的小小堅持 因為我覺得這樣漸層過去比較漂亮 而且還要紅成黃綠藍電子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粉紅色到底要排在 紅色的後面 還是排在白色的 白色跟紅色前面 我在想哪一個接起來比較好看 謝謝阿華送我 這是什麼 偷偷喜歡你 謝謝阿華 絲絲幫絲人你好 真的想見什麼 Mina打噴氣會喊我名字 我知道啊 所以我把它排成彩虹 那算是想要粉紅色 到底要排在白色後面還是 純色跟粉紅色分開拍 謝謝阿華為主播蓄稅一個月的粉絲團 右邊還有橘色 對 右邊有橘色 這算是我看的比較順眼的顏色吧 其實我在生活上還蠻多 有我自己小小的堅持 也不算很強迫症 但就是一些小小的堅持 像是我有時候 就是出門嘛 不是會摸很多東西嗎 我就時不時的會想要去洗手 因為我覺得摸東西會 就是手沙沙的感覺 不乾淨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時不時的想要去洗手 你完會嗎 譬如說沒有看衣服阿什麼 就是翻過很多衣服 什麼的 我就會覺得手沙沙的會想要洗手 或者是做捷運阿公車什麼的摸椅子 我就會想要去洗手 手都放口袋 然後我回家第一件事也是洗手 沒有我覺得很 很讚 洗手這個好像也有 可以成為為堅持 成為今年樂門子 真的嗎 我把它稱為為為堅持 也不算潔癖 放到不乾淨的東西一定行 而且我桌上 我自己的桌子的東西 會想要一個一個擺好 這是為堅持 大家也有你們 你們也有你們的為堅持嗎 還有我 我的IG也算是我的為堅持 就是要看得很順眼 顏色看過去要順眼 IG也是我的為堅持 IG排版 平衡是晚上喜歡洗東西 為堅持很文青 是蠻好唸的 出門一定要戴耳機 算是吧 為什麼出門一定要戴耳機 聽歌嗎 還是就是你的為堅持 平衡很可愛 乾淨 戴手帕 算是吧 算是 洗手收 洗手收 唸起來也蠻順的 維堅持 IG一定要留言 TTP棒牆 所以每一篇的留言都會看到你 沒有戴就會很奇怪 那就是你的維堅持 沒錯 綠燈才走 綠燈才走 其他人還在 倒數兩三秒就動 喔我懂 這個我懂 我也是綠燈才會走 出門一定要戴行動電源 和藍牙耳機 這算是為堅持 為堅持是戴皮包出門 我想像還有什麼為堅持啊 我覺得東西要擺好吧 再廢都要留言 喔還有我的那個 就是不是常常 IG會有訊息嗎 它會有 如果你沒有讀的話 它會有一個紅紅的顯示 12345在那邊嘛 就是你還未讀的東西 然後我看到那個我就 會很想把它點掉 我一定要把它點掉 不會讓它留紅紅的在那邊 對我一定要滑掉 這是我的 我的LINE 或是我的社群的那個訊息 對我LINE上的數字一定要點掉 而且不是 很多會有那種廣告什麼的 我只要看到了 就會立馬把它點掉 然後 強迫症 同時都要點掉 那個很難 LINE跟FB還有我的IG 我都會把它點掉 唯堅持 你也會 大家也會 那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但我也沒有到強迫的啊 就是 少少的地方 可以這麼做 原則原則 香香優 你也是 你也是那個一定要點掉 謝謝幾集送我三封 謝謝田中動力王的玫瑰 信用 我沒有辦法無視他 我看到他在紅紅那邊 就不開心 我就覺得不行 有點礙眼 我覺得台灣很漂亮 Thank you 太多瞬息 直接按到最新 謝謝酒蛋分享的直播間 謝謝酒蛋 你看 應該大家多少會有一些自己的 一定要怎麼做的事 堅持 會分重要跟不重要 信偉你好 北極星 謝謝你分享直播間 不重要就讓在那邊 展面你就會按上9999加 訊息都要點到0 可是我有一些不會點到0 我就只有那幾個社群 像是我的信箱 我就點不掉 而且我找不到 我到底哪一個沒毒欸 我的信箱有五六個在那 可是我就是找不到哪一個沒有毒 我都點開了 不知道什麼 還是出現在那 出門前一定要洗澡 喔 我還有一個堅持 我出門前一定要夾一下 頭髮跟瀏海 就算很直 我還是會夾一下 我的圍堅持 我的圍堅持 你好 比較主要群組會優先看 其他有空慢慢看 現在是0 信箱太多了 然後我的那個 信箱的那個垃圾桶一定要清空 我會把他清空 我會把他清空 最喜歡珍珠奶茶也喜歡平寒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love 平寒 因為他一堆雞在那 我覺得看不下去了 感謝 不會 大家記得去清空 不然佔容量 佔容量 科技猶豫 但我沒有到 信箱那個我沒有到不清很不舒服 就是還好還好 沒有到這麼強迫 頭髮 我剛剛沒有講頭髮 我講頭髮 加頭髮 主播馬上好 正氣你好 信箱看到裡面有廣告郵件 就馬上把它刪掉了 我廣告的也會刪耶 嗯哼哼 TT飛棒場說 不要整點睡覺了 是在說Mina嗎 Mina的偽堅持是 整點發完整點睡覺 這樣很痛苦耶 如果你工作的話 超過那個 比如說11點 你就要等到下一個整點才可以睡 好痛苦啊 這不是偽堅持了吧 這是超大的堅持吧 這樣很有毅力耶 只要超過一點點 就不行 奇怪 奇怪 奇怪的堅持 對這個很不為堅持 這是鬧鐘 那個 實強迫者 還有 我還有那個 就是我的鬧鐘 Chalakumak Mak Mak I love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Mina整點 我還有那個 我射鬧鐘 會堅持 譬如說我7點要起床嘛 我會在我要起床的前10分鐘開始射鬧鐘 這也是我的一個堅持 因為我會預留我賴床的時間 所以我會在我要起床的那個時間點的前10分鐘開始射鬧鐘 然後鬧鐘是每5分鐘射一次 所以他就一直想 我就會很煩 就一定要醒來 這個還好正常 以下通通塞口袋 射鬧鐘也 我會預留我賴床的時間 我是很摩羯座吧 我覺得我蠻摩羯座的欸 很標準的摩羯座 都會在鬧鐘前 那你根本不用射鬧鐘 你就是一個 你本身就是一個鬧鐘 那鬧鐘也是5分鐘叫一次 而且我每次睡醒 我發現我每次睡醒都不會準時起床 就是我都會 按掉個幾次鬧鐘 一種壓力問題 單純怕睡 我鬧鐘都射一排的耶 為了防止睡過頭 我都會射一排 你爸生日跟我同天 真的嗎 30分鐘前也太早了吧 你是多會賴床 射前40分鐘 是多會賴床 你要醒來的前40分鐘 就開始射鬧鐘 這麼會賴床嗎 大家比我還厲害啊 因為會把它摔回 我發現鬧鐘不能放在離床很近的地方 謝謝金佑送我野外採集 我覺得鬧鐘不能放離床很近 像我的鬧鐘 我就放在鼠桌上 離我床超遠 我必須要走下床 才可以按掉鬧鐘 所以每次他想 我回去 再爬回去床上是睡 然後5分鐘他又想 我就必須 所以我差不多一兩次就會起床 因為太麻煩 我就放很遠 因為放太近 我之前就是會一直按掉 所以要 一定要起身 才有辦法按掉鬧鐘 而且我跟姊姊同一間房間嘛 所以我如果不按掉 他會一直響 我怕吵到姊姊 會被 會很可怕 所以我就必須一定要趕快起來把它按掉 對 就是 我用手擠手 哈囉阿志 晚安 對 放太近就會 無意識按掉 然後睡過頭 但我有時候放假的時候 放假的時候 我還是會睡鬧鐘 醒來 慢慢開緊 我還是會放假的時候 還是會睡鬧鐘 可是有時候放假 因為我知道自己沒事 所以我就會 鬧鐘 把他從書桌拿到我的床上 然後我就會按掉 醒來之後發現 嗯 為什麼我這個時間才想來 最後才發現我 手 那個手上拿著手機 然後鬧鐘都按掉 而且是無意識 我醒來才發現 我都睡五個 然後一直按一隻睡 謝謝博翰送我三封 我會把鬧鐘拿著 所以只要會 假日的時候 謝謝姐姐送我三封 真的是無意識的 而且我調了十幾二十個 然後醒來發現 我的手機怎麼在床上 謝謝姐姐的三封 有時候這個圍堅持會破功 視著會睡 按掉直接 對按掉直接潤倒 假日的時候常常會這樣 整個睡爆 因為我平常工作通常會很早起 因為我不喜歡太趕的感覺 所以我假日就會睡飽 通常我都會 算離 呃 譬如說我十點集合 會 前四個小時起床 二一大叔你好 哈囉 哈囉 二一大叔 小青青你好 又音晚安 我說的假日 不是真的那個假日 就是 真的完全沒事放假的那種假日 呃 不是六日的假日 超級不愛趕 我也不喜歡趕的感覺 我不會早睡 有沒有 有時候如果真的要很早起 還是會早睡 然後熊嗎 我前幾天測了一個那個 心理測驗 就是 好像大學都會測那個 測驗 就是測你的個性的那一種 我喜歡這首歌 這首歌 這首歌是 AKVProtecting PP 首歌 永往直前 謝謝 EYES 余好晚安 我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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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 跟朋友們 謝謝 謝謝 所以你是怎麼說 聽說平函最近很香 我一直都蠻 大家有測過嗎 我測出來他說我是五尾熊女孩耶 D you like Thailand I'm your fan club from Thailand I like Thailand I like Thailand I like Thailand hope someday I can Thank you 余韋施 謝謝你送我看好你唷 對他說我測出來是五尾熊個性 就是比較安安靜靜的 然後隨和嗎 隨和 就是五尾熊感覺 好像有一個是孔雀 孔雀型的 就是各方面都很平均 但我是五尾熊 比較隨和聽從別人意見 然後乖乖聽從指令的那種 謝謝魯哈分享直播間 KEEP SUPPORT YOU AND TEAM TV FROM THAILAND THANK YOU 完全完全零 THANK YOU EYE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謝謝失落分享直播間 欸你們也有測過嗎 你們是什麼型的 找到自己的尤加利樹嗎 我還在尋找的尤加利樹也 大概在某個樹上 華山那棵樹上吧 吃尤加利耶 全部都很平均的是變色冷 喔變色冷很平均 那很好欸 感覺平均很好欸 感覺平均很好欸 動物到底沒有測過 好像是一本書 他好像是一本書 然後的測驗 華山就是什麼 連有沒有做測驗都不記得 好像大學都會測吧 我昨天跟雨晴去吃飯吃晚餐 然後他說他大學的時候有測過 然後他前幾天也是跟我一起測 在公司測那測驗 然後他兩次測出來的那個東西不一樣 謝謝伯瀚為我順費一個月的粉絲團 他說他大學的時候跟現在測的時候不一樣 他就發現 他覺得每一個階段的想法 好像都不太一樣 所以測出來就不一樣 謝謝卡木伊分享的直播間 他可能大學階段的想法 他那個測在測什麼 他就是給你題目 譬如說你覺得以下哪一個選項比較符合你 然後他可能會給說 當別人 你是比較會自己做決定的人 還是聽從別人意見的人 還是不敢發表意見的人 這樣幾個選項 然後你就去寫那個數字 然後最後寫出來 好像要把那個數字加起來還是幹 然後就有一個 一個計算的方法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你是哪一型的 每個階段不同 就是每一個階段的想法不一樣 好像測出來就會不一樣 謝謝黑狗分享直播間 喇靭 賴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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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茵茵 來看 講認真的測驗沒有多少人是認真 可是我很認真 算性向測驗嗎?應該算一點點 算一點點吧 我蠻喜歡玩心理測驗 我就會看他寫的準不準 我覺得我前幾天測的那個蠻準 就是他講的我覺得真的蠻符合我的 五吻熊五孩 是 性向錯耶應該是性向錯 哈囉 Google你好 Google你好 新衣晚安 今天想要 我想到一個新的 算企劃嗎? 想跟大家聊聊 我對 除了我以外的另外三十二位成人的第一印象 我想要不時的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I can speak Chinese but not very much You can speak Chinese 很厲害啊 然後 I 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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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 what you want to say I 上禮拜的話有畫出來嗎 什麼畫 哪一個畫 我家露媽露你好 地的印象 對地的印象 這個把我調出來 不時的分享 就是不定時分享 然後我分享完我就會把它打勾 我今天來挑個幾個 我還要寫成一張紙喔 我把33塊紙寫在上面 你把33塊紙寫在上面 還沒畫出來 還沒畫出來所以不敢給你們看 我明天又有素描課了 看我會不會畫出來 今天看我要講 我來看看要講誰 而且我想要給他們定一個顏色 就是我認為他們是什麼樣的顏色 他們給我的感覺 怎麼樣 那大家可以先講講對我的第一印象 大家對我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看你到底熟不熟 呵呵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人的第一印象 跟我認識到他現在的感覺差不多 就是有幾個人是這樣 大家對我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我是有幾個人 第一印象 大舌頭 很小隻 安靜的孩子 對阿我好像蠻常被弄的是安靜的孩子 超可愛 陳一菲你好 乖乖的齁 我們 台顏幸運餅乾影片 其他一個女生 馬尾可愛一跳都不一樣 第一印象是這孩子有潛力 你第一印象 對我這麼 這麼有想法嗎 這孩子有潛力 第一印象是很漂亮 你們第一次看到 我是什麼時候 主播花花你好 舞台上很浪眼 我早期好像比較常綁馬尾 真的啦 謝謝你 楊潔 這海底有潛力 聲音很特別是蠻特別 我聲音蠻常被說很 很好認 馬尾 對 正在撥幸運餅乾 我沒有選喔 他就是剛好撥到這首 馬尾可愛 就哲定是你 我蠻常被說第一印象看起來很安靜 那賞好別的髮型 說不定都不在這裡了 到是Fan Meeting的時候 很蠻多成人說 對我的第一印象是安靜 的人 但是認識到現在 大家開始說我很ㄎㄎ 就說我是隱姓ㄎ吧 馬尾很可愛 交手的感覺 你們喜歡我馬尾還是 這個長度的頭髮 順便想問問一下大家 如果想看下一個我的髮型 你們會想看什麼樣子啊 中長髮嗎 還是什麼髮型 馬尾之類的 因為我們想點點看到 到鎖骨這邊吧 長 長直正義 就是長 差不多到鎖骨這裡 還是 還是你們比較喜歡馬尾 想說問問看 因為我兩個都算蠻喜歡的吧 但我一直很想試試看到這邊的頭髮 這樣吧 到鎖骨 馬尾比較理論 哈囉葉宇昌雄你好 謝謝你分享直播間 單邊側馬尾 晚上好 懷懷上班辛苦了 懷懷 大家可以在每次直播中 都可以給我留言 你們比較想要什麼髮型 比較喜歡我什麼髮型 想問一下大家 金佑你好 別鬧了你好 懷懷晚安 那我今天挑個幾個人好了 我就隨便挑了唷 我是不一定 就隨便挑挑看 充電炮療海 乾馬尾 馬尾上次沒有看到 錯步的馬尾環環 流程長髮工 必定什麼樣的你也是耶 什麼樣的我都有不同感覺 還是我來試試這個頭髮 靜電髮型 What Thai food do you like Thai food 泰國的食物嗎 我喜歡那個 泰國的食物嗎 我喜歡一個酸酸辣的麵 我不知道那叫什麼 I like the noodle I like the noodle I like the noodle It's a little spicy and a little 酸 怎麼說 謝謝 這是誰送我 什麼煙火嗎 真情告白 謝謝好好送我真情告白 炸雞短飯 應該也比較好飯 就是一個酸酸的麵 So It's a little spicy I like the noodle i like the noodle I like the milk I like the milk I like the milk 那我來挑幾個純潤 第一印象 我看看 絲雨好了 它剛好寫在我的第一個 恩 我對絲雨的第一印象是 也是安靜的女生 應該算安靜嗎 還是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不熟 所以不太說話 我覺得就算是安靜的吧 應該是因為還不熟 然後我對她的第一項是很二次元的感覺 因為她喜歡動漫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她幾乎很多打扮式比較走cosplay 就是很元素 元素動漫裡面會出現的人物的感覺 然後有貓咪的感覺 因為她有時候會以前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是綁兩字吧 然後她有綁那個毛毛的那種法式什麼的 就很像貓咪 貓咪的感覺 動漫裡面少女的感覺 一開始對獅魚的印象 我也是就是cosplay的少女 第一次剛進公司第一次見面 好像是在公司吧 記得 對她的印象是cosplay少女 有在玩cosplay 然後還有她給我的感覺就是紫色 因為我真的很常看她穿紫色的衣服 但獅魚比我想像中小隻欸 看照片看不出來 可是本人跟我差不多高 然後也很瘦瘦的 嘿嘿 對她的印象是 印象顏色是紫色 她很常穿 是淺紫色 不是深紫色 淡淡的那種紫色 她很常穿紫色的衣服啊鞋子 泰國菜好吃嗎 好吃啊 It's delicious 茶less food 對 獅魚比我還瘦 她股價也很小 你看起來比獅魚高 大家覺得我是甚麼顏色啊 大家對我的印象是甚麼顏色 我們有一次傳聞們在互相討論 對彼此的印象是甚麼顏色 你們覺得對我的印象是甚麼顏色 我等一下來跟你們公布 大家覺得我是甚麼顏色 然後我個人也覺得蠻符合的 你們覺得我是甚麼色 白色 白色 欸你們跟大家說的一樣欸 就是 大家也說我是白色欸 不是粉色 是白色 是有點接近米白的那種顏色 就是米色 白色之間 他們也說我是白色欸 褲色白 但我覺得是蜂紅 因為外面 我也不知道 他們覺得我所有種種 整個人的感覺是 就是米白色那種感覺 我個人也覺得蠻米白的 因為我也不算粉 我覺得粉比較像是那種 很粉紅泡泡 超級可愛的那種 但是我平常感覺好像也不是那種 我平常好像走有點 嗯 怎麼說 也不到完全可愛 有一點點氣質的那種嗎 粉紅泡泡 就覺得你很可愛 就是米白色 你們懂嗎 就是米白 嗯 沒說是米白 對不是 我講中文吧 It's OK Eyes 氣質 具 像 畫質 就是清新的那種吧 淡藍色 我覺得我蠻米白的欸 謝謝 哈囉 彩虹花 你好 白色 白色 然後對詩語是淡色 感覺很實在的安純 複合綠 清爽感 我有綠色嗎 下次問還是會說粉紅吧 我來想想我們裡面有誰粉紅色 粉紅色的嗎 品韓是附黑 應該有黑色 裡面是黑色 外面是米白色 那我來挑下個成員 那大家對詩語的第一印象也是coso嗎 有沒有對他什麼印象 也是淡紫色嗎 想到他就想到淡紫色 我真的想到他就會想到淡紫色欸 Holo是什麼 A U R A是什麼 A U R A是什麼 是cos 大家跟我對詩的第一印象一樣 動漫宅女 YAM 湯純 下一個我來看看講誰 是 傑明 傑明給我的顏色是 傑明好了 剛好詩語就會講到傑明嘛 他們是CPCP Aki Aki 對Aki的第一印象是 對Aki第一印象是 氣質大小姐 我覺得我對她的第一印象是 氣質然後有那種 皇家氛圍的感覺 你們懂嗎 氣質然後皇家感 貴族感 貴族感 真的對不對 我第一次見傑明是那個 有點忘記什麼時候 拍向前走MV的時候嗎 有點忘記 貴族感 對Aki第一印象是很日本人 Aki不是四分之一日本協同嗎 他 阿嬤嗎 是日本人的樣子 Aki 現在也是小明的浮方是很大小點 Aki是氣質美女 但是現在認識之後發現 Aki是中二 中二美少女 然後他會玩那種 in game啊 然後看動脈 中二 Aki其實我覺得反差蠻大的 就是外表很氣質 然後但是有時候的行為很很有趣 放很開 有一次我們在捏那個就是小腿 因為不想要有小腿有肌肉嗎 所以我們運動款會去自己按摩 然後有一次是誰 01嗎還是語琴 然後是01在按那個Aki的腿 然後因為很痛 然後Aki就露出很驚訝的表情 超級浮誇 他超級浮誇了 他的表情很浮誇 對 認識之後就開始崩壞 很沒有氣質的形象 舞蹈課的Aki真的很不一樣 舞蹈課的時候 然後怕他也很中二 但Aki外表看起來還是很氣質啦 而且有一次舞蹈課的時候 Aki還 避忠我 他避忠我 他主動過來避忠我 最近還有被自己家人說是購買 TTP伯母 發現很多認識之後都會變不一樣 不同了 他聽到人家說他中二表情也 上次他那個表情真的很浮誇 超浮誇的 到處被人逼咚 看到我的身高就很適合被逼咚吧 休息四七號就全不知道 然後Aki 對我 我覺得 他給我的感覺是粉紅色 但是不是淺粉色 但是不是淺粉色 是微微微深的粉紅色 就是怎麼說 比較沒有那麼淺的粉紅色 但是也沒有到深 Who you like the most 你不用太好聽 I like music and chaplung and music and chaplung 還有誰 椅子他桑 然後還有誰 其實他喜歡蠻多的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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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nique 我還喜歡蠻多的 貴卓黑 我覺得是粉紅色 耶 氣質的粉紅色 深粉 但是 Hucky覺得是白色 好像每個人感覺都不一樣 應該說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我們對顏色的定義都不太一樣 對顏色的感覺 今天先分享兩個人好了 那我今天先分享他們 反正可以慢慢分享 我就不定時的來分享個幾個 先把他們打勾 不然下次帶那個色鉛筆來對照好了 我那個色鉛筆很多顏色 我來拿 直接拿給你們看 是在我心中它是什麼顏色 先來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曲子吧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一首日文歌哦 是Walk 叫做Walk W-A-L-K 蠻好聽過嗎 是三池純史 的歌 好像是一個 洞下的電影叫 詩 寂 芝芝的 歌 首歌 首歌要聽懂嗎 I'll see Niccan Only Unkable InTeenTV I love you Thank you I's 沒有聽過 他是寫 V-I-V-I-K-E-B-L-A-N-K-A V-I-C-K-E-B-L-A-N-K-A 的歌 叫做Walk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代表他們顏色的旗子 好像可以用畫的欸 下次拿色鉗筆來對照 海裡的魚 晚上好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呢 Walk W-A-L-K 三池純史 V-I-C-K-B-L-A-N-K-A 的歌 我今天在KKBOSS 聽到的 重複信號 V-I-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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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超起來的嗎 V-I-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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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I BLANKA V-I-C-A 的歌 叫做Walk W-A-L-K w-A-L-K 可以去聽聽看 應該也可以查電影的名字 詩季支支的歌 你們如果查不到的話 應該可以去查這個電影 然後就可以插到那首歌 我跟你們說我今天早上又賴床了 然後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詩季之之 你們有看這個電影嗎? 唐詩的詩季節的季 然後織布的詩季之之 遲到你們猜我發生什麼事 我今天早上賴床了 結果我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不是不是 我跟你們說 床回我了 床回我了 我賴床床回我 我講完今天的笑話了大家 你們太認真對待我的賴床了 我講完今天的笑話了 我今天有成功 我在不知不覺中講了笑話 謝謝阿黃送了我真情告白 防不勝防吧 我今天沒有被大家破梗 很開心 今天沒有被你們破梗 太好了 很棒 大家防不勝防 你們好認真在聽我賴床 楊潔給我打了個叉叉 謝謝楊潔 可是叉叉直接打到我臉上 我要躲一下叉叉 有進步 對我今天沒有自己先笑 是不是 我想說要讓你們很自然的猜不到 就是以為我真的要講賴床 這原本是我上次要講的 結果上次網路不完 就沒有辦法講這個 所以原本上次是不是一直聽到我早上賴床 我剛剛每天在賴床 我只是為了要講這個笑話好不好 我今天根本就沒有賴床 我為了鋪這個梗 就是要講這個笑話 我好幾次沒有給大家出笑話了 很突然 因為我要讓大家沒有預備我要講笑話 被大家誤以為平衡真的很會睡 就想像前面在鋪個賴床十點 就是為了這個笑話 真的 就是為了這個笑話 我前面鋪了很久欸 還在這邊什麼射鬧鐘 好啊 射鬧鐘那個是真的啊 只是我想說 可以順便帶到賴床 所以我今天講這個笑話 好的我們來跟大家出笑話 那我來跟大家出個題目好了 笑話的題目 下次可以跟我講 嗯 我想一下 有關 睡神還是 懶得再答一次上去吧 還有什麼什麼的笑話 跟睡覺有關的笑話 會太少嗎 跟夜晚或是睡覺有關的笑話 好了 I want to go to handshake even I want to see you How you can go on handshake even I want to see you too 我喜歡本卡的嗎 I 就被笑話 楊潔是不是來得太突然了 我的笑話來得太突然了 你拜我笑話囉 謝謝阿瑪莉亞分享 主播今天 睡覺偏難嗎 那跟 跟夜晚有關的笑話好了 夜晚應該比較多吧 或是跟 跟夜晚好了 夜晚 Nina就是個笑話 就算了 最近牙裡很長沒有 太鏘是不是 那我先念一下今天排名好囉 沒有大 只是比較 ㄎㄧㄤ 比較ㄎㄧㄤ 先念今天排名 那小白是不是還沒來 那小白的再留到下次好了 謝謝幫長送我好多LOVE 先念個排名 嗯 我以後排名念前十好不好 就不念到十九 我念前十好了 因為我發現後面好像都差不多那個排名 所以我唸 就是大家的比數差不多 那我唸到第十名好了 那我唸到第十名 第十名是牛排 第九 副圍 第八 字圍 第七 不入流 第六 中神喵喵 第五 第三 班長 第二 阿華 第一 楊潔 班長 可以指定個動作 班長 然後阿華 楊潔 班長 班長 阿華 楊潔 那小白的留得到下次 是豬鼻子嗎 是豬鼻子嗎 有嗎有嗎有嗎 小豬是我 小豬 畫阿華 倩瓦你好 Ben你好 阿華 起床發現遲到的表情 起床發現 他先睡覺 他先睡覺 遲到了 很緊張 超級緊張 快傻眼 大概這麼 瞳孔會這麼大 有夠大嗎 驚訝表情 會很想哭吧 有 有 有沒有有沒有 阿華 瞳孔會放這麼大 有囉 I love that one I hope that I can go to your girl someday I hope you can come here again 然後就回去睡 沒有啦看時間 如果遲到很久 就回去睡 如果沒有的話 就起床 沒有啦 當然是會起床 I love that one 表演一下喜怒 換楊潔 換楊潔 楊潔楊潔 楊潔 下次直播時間是5月10號星期五晚上8點半 表演 表演請 請扮演女巫 女巫嗎 巫女 呃我要 巫女怎麼用啊 做法嗎 巫女是要做法嗎 毒藥 那我製作毒藥的感覺好了 這邊是一鍋湯 左加毒藥 右加一點毒藥 然後邪惡的表情 哈哈哈 邪惡的表情 有嗎 假裝做豆采 哈哈哈 邪惡的表情 有...有...有嗎?有無女的感覺嗎? 偷手感 邪惡時裝好 有...有FU嗎? 來不及截圖 邪惡感 有...有截到嗎? 做藥水雕動 屎內譜是我喔 魔女魔女 OK謝謝大家 今天看我直播喔 下一次直播是5月10號星期五的晚上8點半喔 大家記得要來唷 5月10號星期五 晚上8點半 記得要來唷 對今天網路算算很讚 太好 希望禮拜我不要加班 辛苦你們了 晚安 明天上班也加油 上課也加油 屋女寒登開 謝謝伯� 大家辛苦了 晚安 明天上班上課加油 祝你們立下快樂 雖然我覺得明天應該也會滿涼涼吧 記得帶傘出門喔 晚安 辛苦你們了 祝你們好夢 掰掰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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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網路順順 棒 希望每一次都這樣 拜拜 晚安 辛苦你們了 下次要來唷 5月10號星期五晚上8點半 再見